大帝没事 朱特不在 就老丁问了我们几句话而已 那头东西查清了 不过不是我 是文质他自己发现的 油画用的 松节油 有人故意买了养花兽巢 然后偷走他的书 摸在书页上 我家里有很多 那个气味 不会错的 至于孙昊 自然也是一问三不知 我估计 还是带人出头的 然后 也查不出个所以然 就让他先回去了 大概 是的 嗯 啊 老师管不了这事 一没证据 二他们也不吃这套 三按他们的立场 这种事大小都不太好办 要是一般的学生还好了 问题是文职的身份啊 小的处理毫无意义 不小心闹大地捅出去 丢的还是学校的面子 干脆不管 也正常 吃药 是是 就这些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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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我 没关系的 和这要说的一样 我没关系的 算了吧 就是这样 文芷他 似乎没有继续下去的打算 修正 真的 没关系的 这么多次 已经习惯了 那个四哥有多危险 你已经很清楚了吧 慢慢的 就会好的 也不值得 让你在这上面冒险啊 修正 我 真的没事的 没关系的 虽然我很理解你 但我也觉得 现在不要打草金蛇为好 冷静点 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 那些人的目的 不就已经达到了吗 我可没这么说啊 我可没这么说啊 现在不怕没柴手 迟早有机会解决这件事的 对了 这本书也先别用了 班上的同学 基本都已经知道这书是文释的了 再说 就算能弄干净 气味也不太好受吧 秋晨 秋晨 走吧 我愿意不太好有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被那个老头批评了 哦 也对 今天你们也不是画画课 那是怎么突然就不高兴了 哎 菜还好啊 我只要有番茄鸡蛋就足够了 妈妈都是我超级好养的 再说 你做的菜不都挺好吃的吗 大家今天中午都挺开心的呢 特别是洛言 一个下午都好兴奋 好像越来越受小张追捧了 班上的女孩子们都在穿这个 超好笑的 文指今天好像也很开心啊 对吧 哎呀 我就说嘛 他昨天那个样子只是个例而已 女孩子嘛 你看 今天他不是和我们有说有笑的嘛 也不赌我们啦 也不赌我们啦 怎么了 怎么了 文指他出了什么事吧 提到他 你的脸色就完全变了 发生什么事啦 没事啦 不想说就算了 现在应该稍微放开心点 好好吃饭才对啦 想和我说的时候 我会好好听的 怎么了 怎么了 哎 好啦 快吃啦 那 你自己炒的菜都要凉了 不心痛吗 秋成 这件事就让他这样过去吧 好吗 不要和他们一般见识了 也请别再说 要去找他们理论这种话了 我真的没有关系的 根本没有必要让你去猫这么大些 和吃药说的一样 惹不起 我们躲得起啊 那样 不是很安全吗 如果因为这点小事 让你受伤了该怎么办 就算你没有考虑过自己 你考虑过莫小菊吗 他肯定不希望你为了这种事受伤的呀 仅仅为了我的事 所以 所以 不要再管我了 可以吗 那 那书 那书也完蛋了 怎么 怎么会这样啊 你真的 你真的需要好好休息一两天了吧 就算是脑袋还在痛 谁能在做清洁的时候 把人家的素描课本给泡到水桶里去的呀 虽然被他说教了心情很糟 我是懂了 但就这点小事就消沉成这样 那还真是像极了你啊 唉 姐姐我真的是有点哭笑不得了 我还以为你和他会不会吵架了 或者其他什么的 不过现在看来真的是瞎操心了 你怎么会和他吵架呢 呵呵 好啦好啦 不开你玩笑啦 只是真的觉得很 哎呀 不说了 对啦 既然还在头疼 要不再喝点蜂蜜水吧 我家冰箱里还有 给你拿点 对对对 我这记性 嗯 没事的 多多少少可以留一点 明天超落眼的就是啦 我 我不是对谁都挺温柔的嘛 不过 确实作业还是有一点余量的呢 虽然没有妈妈在一旁唠叨 做还是得做一点啊 哎 你就别提他啦 话说 一个人生活还真的是有点辛苦呢 以前他们从来没有同事出差过 这次还真的有点儿觉得不孤单单的 这次还真的有点儿觉得不孤单单的 你说文指他是不是也这样啊 晚上一个人在空空的房子里 肯定会 不得已的想到很多事情吧 嗯 这两天总觉得很难睡着的样子 哎呀 我说啥呢这是 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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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就是这样啦 总 总之就是这样啦 你啊 心态白好点 明天向他好好认错就行了 明天向他好好认错就行了 我也 只是想让你和他都安全一点 难道你 非要让那些混会也开始欺负你 把你的书也丢在垃圾桶里 甚至连累到莫小菊 连累到更多的人才好吗 不管解决不解决得掉 我也不能让朋友 再为这种事情受伤了 特别是这种时候 这种 已经无所谓了的时候 就成 一切 都会过去的 所以别再冒险了 都会过去的 所以别再冒险了 秋成 相信我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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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只是你多心了 我一直都是这样回答你的 不对吗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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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是你多心了 你又怎么知道 我会什么都不想要了呢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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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很晚了 我要上楼了 好吗 不要跟过来 不要过来了 他 我 还在等你吗 我 没关系的 然后 明天见 没事吧 要不要喝水 给 快喝两口 怎么满头是汗呀 我去拿毛巾来 等等啊 我把祖母带摆 有一点 对 好 快去看 我 来 不要动啊 你别乱动嘛 我不是说我带作业过来写了吗 那当然了 不然你现在早就感冒了 十点二十了 我也差不多写完了 就不打扰你休息了 不过 假如你的休息就是做噩梦的话 我是不是留在这里会好一点啊 看你气喘的 真可怜 不然 你明天真的请一天假吧 你这体质也是学成什么似的 就对了自久 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 你看你 好不容易病个一次 是不是觉得挺难得的呀 以前都是你照顾我 这次换个BR也不是挺有趣的嘛 喂 你没事吧 不然 我去买点药 哎 这样怎么去游泳啊 还说这周抽一天放学就去买泳衣的 没 没关系 总之 先好好休息吧 我 我就先回去了 要好好的 要请家的话 我就明天帮你去和那个外园说下 应该不会告诉你爸妈的 我 走了 嗯 对 嗯 我想快找我不知道 对 嗯 嗯 连做梦都一直在喊她的名字呢 我到底都在干些什么呀 我真是笨蛋呀 我真是笨蛋 秋晨 你不是请假了吗 这 这本不是 你跑到哪里去了呀 谁要说你感冒发烧 怎么还是满头大汗的呀 你等等我去拿手绢给你擦擦 你不会跑去那边书店又买了一本吧 你怎么来了 他不是说要给你请整整一天的假吗 他 对啊 墨小军给洛言说的 让我帮他请假 喂 你别死撑啊 目前这还好 没出什么岔子 感冒还是躺床休息比较好 听不进人说话 听不尽人说话 我手头还有点事 文贵 文质就多看着他点 好吧 他要撑不下去了 就和我们说声 直接送他回去 身体要紧 旧城 为什么 要做到这种程度 明明昨晚都跟你说了吧 我没关系的 我 我 秋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 他要被榨干了 他摸我 谁让你长得这么秀气啊 最近很流行这种啊 叫小鲜肉还是什么的 成啥呀是我的错嘛 而且我哪里休息了 买你个 洛言 洛言 小张来了 蒙跳但不一定摔得死 真是很尴尬的楼层啊 不 不要拦我 洛言 你在哪儿啊 救命啊 洛言 这道题要怎么做呀 和文字道歉了 还猜的啦 看你心情好像不错 大致上是猜对了吧 不过 感觉最近 猜错的次数也多起来了 你的想法 还好 秋成嘛 什么事都会和我说的 所以 就算是猜错了 也还是能明白 还真是万幸 唉 好羡慕他呀 你都病成这样了 还要过来向他亲口道歉 姐姐我啊 都有点吃醋了 你这什么表情啊 我开玩笑的啦 明明你都这么努力了 我怎么会吃他的醋呢 放在以前的你 这么努力的 想要去亲戒别人 去求得别人的信任 不是根本不可能的吗 所以 你已经足够努力了 加油加油 看到弟弟一步一步 长大成人 姐姐真的是很欣慰的 打铃了打铃了 我就先回教室了 拜拜 拜拜 身体不舒服 就别使劲吹风了 喂 那边的同学 也快回教室 副主席 你和 你和这位同学 在这搞啥呢 你 啊 你和这位同学 你和这位同学 你跟这位同学 你和这位同学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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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诶 诶 大 大陆哥哥 瓦雷 真的是戴陆哥哥 我就说怎么会有人在食堂里拼命甩脑袋的 原来是戴陆哥哥 是啊 是啊 你不说 我还不知道他周末要开会呢 你说这个臭哥啊 周末有事就早点说嘛 但我白跑一趟不说 还只能自己解决无败 骑死人了 怎么愿不得了 把每天的安排好好告诉妹妹 是做哥哥的本身吧 哎呦 气死我了 不过 有戴陆哥哥陪我也不错 哦 我吃的也不多啦 不 不用的啦 我 我真的吃的很少的 真的 不用啦 真的 不用啦 你不用啦 你不用啦 那 但是不用了啦 那 是不用了啦 我手不用啦 我手也不用啦 白露哥哥有点坏 不过笑了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过这种真的好吃吗 整个肉都快被染成绿色了耶 总之试试看吧 你点的是什么呀 啊 我就点的这个招牌牛肉堡啊 哦 番茄酱好多呀 可能这家店也知道莫小菊喜欢吃番茄吧 啊 我说过番茄和番茄酱味道完全不一样的吧 别被那个笨蛋给带坏了呀 说的那个笨蛋 你没有叫他一起来吗 哦 他 啊 叫过了 他不想来了 是吗 好稀奇 他还能去学你的邀请啊 那种事就先别管啦 来都来了 总之先吃吧 我已经饿得不行了啊 啊 嗯 我倒还以为你只会撑张死鱼脸呢 毕竟从国庆节前到刚才都是 话说带路哥哥 欺负未成年小姑娘居然还会露出这种表情 只会觉得自己好危险啊 对了对了 带路哥哥 怎么没和姐姐们在一起啊 嗯 我听哥哥说过 有他们两个总是在一起玩吗 难道不是吗 那今天怎么了 姐姐能把你抛弃了 和别人一起玩去了吗 那这两个姐姐里面 带路哥哥想要和哪一个好啊 没关系啦 我保证不会说出去的啦 相信我啦 相信我 做傻 我问带路哥哥喜欢谁啦 和人之姐姐 还是莫小菊姐姐啊 带路哥哥到底是不是男人啊 怎么这么怂呢 明年就成年了吧 日本的男孩子18岁就能结婚了 你这么淡定 会被淘汰的啦 我猜猜猜看 我猜你喜欢文之姐姐 我猜你喜欢文之姐姐 我猜你喜欢她 国庆节的时候 碰到文之姐姐就被她勾走了 不过想道理 墨小菊姐姐也挺好的 长得也漂亮 性格虽然坏坏一点 但好照顾带路哥哥的 不过 我和他玩的比较少了 诶 等等 莫非 莫非 莫非戴路哥哥只注意这里的大小吗 和戴路哥哥说这个一点意思都没有 对了对了 哥哥他上个礼拜给我配了手机呢 看你看 啊 全饱了 好舒服呀 好久没有吃得这么爽快了吧 啊 不对 好像周六咱们才在一起吃过饭来着 不过我那天喝多了 好像没怎么顾及大家心情 不好意思啊 没有了 一样很开心啊 那天 嗯 其实今天 主要是之前咱俩都在 吵架来着 所以 嗯 我知道的 想庆祝一下我们重归于好 是吧 嗯嗯 就是那样 而且 那家伙可能也要走了 不想让心情更糟 大概是这样吧 莫小菊 我没事了 已经看得很淡了 其实从小开始 我就会想会不会有这一天呢 被他父母带走什么的 害怕吗 以前当然害怕了 不过现在还好了 就算他不在了 不是还有蚊子做我好朋友吗 肯定不会寂寞的 蚊子 没什么了 只是觉得 莫小菊果然很坚强 没有啦 什么坚强啊 算不上算不上啦 其实 他才是 慢慢变得坚强起来了吧 是 昨晚他的身体那么糟 今天还要来学校 下周就可能要离开 还有心情陪我们胡闹 昨天 他病了吗 好像还是前几天的头疼吧 他从小身体也不是太好就是了 吃饭的时候就奄奄的 之后好像很难受 就让他早睡了 是吗 怎么了 没有了 想到点别的事情 果然好像不知道他 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你说什么 没有啦 没有啦 我在想 咱们干脆还是说说那家伙的坏话吧 反正没人听见 那我等会儿啦 他以前总说怕我把手机弄掉啦 一直不给我配 是啊 我觉得他总把我当小孩子 而且啊你看 这个手机还有报警功能哦 戴露哥哥戴了手机吗 我给你演示一下这个功能哦 好嘞 首先用你的手机给我打个电话 戴露哥哥手机号码 geto 没没没没 这就是第一步了 你看你看就就是这样子 只要长按这个二号机 你看就会打通你的电话哦 这 这个不重要了 你第一次要其他人的电话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吗 你第一次要其他人的电话不会有点不好意思吗 带露哥哥情商挫暴了 那是你别乱翻人家女孩子的手机啊 那是你别乱翻人家女孩子的手机啊 你别乱翻人家女孩子的手机啊 我一天就没乱翻人家的手机啊 你别乱翻人家了 哪有那么多家长给人家孩子配手机啊 你别乱翻人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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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手机怎么了吗 哪哪有 你才不会难为情了 哪有哥哥欺负人 家禄哥哥 谢谢 没 没哭 你看那边 有人把人家女孩子弄哭了 没穿咱们校服啊 这年纪她是隔壁初中的吧 咱们学校还有能拔到隔壁初中身的 那可真牛逼啊 她好像越来越努力了 也越来越有干劲了 之前的她 现在的她 感觉完全不同吧 嗯 确实是 唉 那个时候还拜托过你 一起去解决她的问题 虽然 什么也没有干成就是了 还发了不少脾气 嘿嘿 想起来就好笑 嗯 我好像也拉着你一起 做了些挺幼稚的事 当时 那么怕那么怕的事 现在就悬在头顶 也没觉得有多么可怕了 是啊 大概是被她传染了吧 木头脑袋也可以承染啊 嘿嘿嘿 哎呦我在说什么呢 她不一定会走呢 对吧 嗯 是 那个 文指是 怎么想的 嗯 文指是 怎么 觉得她的 我 觉得她 什么意思呢 啊 就是 你觉得 她 你觉得 她 她怎么样啊 怎么样 很好啊 很温柔 很会为别人着想 有时候又很帅 虽然喜欢做牛角尖 但总听来说 是个好人吧 啊 是啊 是啊 那 文指 你 你会不会 那个 啊 嗯 就 就是 文指 会不会 行 行 啊 墨小菊 墨小菊 一直都很喜欢她吧 啊 啊 等等等等 我不是想说这个 哎 我有在否认吧 你干嘛一直点头啊 因为每次提到这个话题时 墨小菊这样的反应 从一开始就完全一样啊 一开始 在 在 在我家的那个时候 嗯 一模一样的问题 一模一样的反应 啊 当 当我没吻啊 当我没吻 不过 还是有点区别的了 啊 一开始回答那个的时候 你的脸才没有这么红呢 啊 啊 那 那个 什么来着 对 对了 就外 我去多买一点 打包回去好了 啊 啊 就这么外了 文指就在这里等等我啊 我马上就回来 嗯 嗯 从一开始 就是这个答案吗 那 我呢 唉 我和你说啊 那女的真的不是什么好鸟 咋了咋了 又有啥八卦啊 她抢她闺蜜的男人 咦 心痛了 仗着人家一点戒心都没有 现在流行个什么策来着 妈的 心机啊 都是心机 咦 这种女人她们的早晚受踹 迟早有人会治她 啊 你个二货 说八卦就小脸上啊 旁边人都看着咱们呢 啊 啊 没 没事吧 还好 走了走了 是个妹子 啊 啊 那我就继续说了 对了 还有个事你听说了吗 隔壁三十种有个女的当了混混 太怕知道了 跑去跳江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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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芝 文芝 你去哪儿啦 啊 啊 啊 文芝 文芝 耶 病死 早说了嘛 我还是回去好了 不就说过等了也没用吗 他们这会儿 一时半会儿也开不完 带鹿哥哥还真是没事干呢 这么老好人 以后会被人坑的 什么短信诈骗啊 老头老太痛死啊 传销团伙啊 不过 谢谢 上哪边 一般确实不会上来了 因为那边是最安全的地方啊 大中午的食堂人多啊 就算被他爸爸发现 他也总不会当成那么多人便欺负我吧 他爸爸特别讨厌我来这里 所以 万一他突然出现在这儿 带鹿哥哥 得掩护我逃跑啊 我哥没和你说过吗 我的妈妈是前任 听说我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他们就离婚了呢 我哥是后来阿姨的儿子 前任的孩子 反而年龄比较小 是不是挺有趣啊 我出生之后 他也没养育过我 护养肺什么的就更别说了 所以 我好像也从没把他当爸爸 就是这样了 是啊 那又怎么样 而且 就算在外面见到那个男人 他也不让我叫他爸爸 当然我也不想这么叫就是了 所以 就是这样 既然我的存在 就是为了丢他的脸 我出现在这个学校里 也肯定让他挺为难的 既然两方都难受 不如躲着就好了 反正 我有妈妈和我哥就够了 没事的 倒是我哥没和你提起这事 还挺意外的 带路哥哥 不是我跟维尔的好朋友吗 运动会以后 他就可喜欢你了 天天逮着我就说 他们搬上那个秋成了 又闹了什么什么事 说实话 我也挺意外的呢 因为我哥 从来都是只把别人 当交易对象的呢 有钱赚的人就结交一下 没钱赚的就应付应付 所以他以前 也没少得罪人 也从来没什么出信朋友 自从带路哥哥出现了以后 他好像也变了许多呢 起码 他对偷懒哥哥也热心多了 最近好像还在帮他顶班吧 所以 我也得谢谢带路哥哥 以前我哥那样子 走路上说不定还会被人打呢 好了 说这么多 我也该回学校去了 再这么站下去 真遇到他罢了也说不定 还等什么 还等什么 带路哥哥 你吃错药了 咱 咱不是 你 你不知道的 我个超年我的 怎么会不觉得啊 之前就我好几次 被他爸知道来过了 每次都把他训得好惨呢 你怎么就知道啊 没证据别瞎说 搞错了你负责啊 我 我 啊 那我就走了 干嘛给我走啊 哼 我本来可是早就想回去了 谁叫你非用电话把哥哥叫出来的吗 还耽误他开会 回去肯定要被他说了 真的 谢谢带路哥哥了 后天 要一起去玩个痛快哦 怎么会忘啊 我做梦都在想和大家一起去游泳哎 嗯 虽然那个是有点遗憾了 但是果然 还是想和更多的朋友一起玩 嗯嗯 拜拜啦 后天等我一起啊 不许送我鸽子 啊 啊 啊 你在这干嘛呢 哟 你还吓一跳 又再偷看别人女孩子的裙子吧 哼 贼人歹叙 谁和你说只是出去吃个汉堡了 对吧 文芝 只是 都晃了两圈 没啥啦 我看文芝好像突然不太高兴 就带她去好好发泄了一下而已 你怎么又软下去了 也就是去了下街那边的城市英雄啊 前几天里面放了两台跳舞机 曲子还都不一样呢 话说 文芝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运动呀 才跳几首歌就累成这样 不过秋成 你没来实在是太可怜了 整个游戏厅的人可全是错过来看了 我告诉你啊 虽然游戏的分数不高 但是这里 这里和这里绝对是满了分哦 莫小菊你 过分 好过分 樱果现在是棒嘛 谁让你偷话来着 我干 嗯 喝好了 对吧 嗯 丢死人了 哎 总之我们就先回班里去了啊 开心就好 开心就好 哦 对了 本来给你带来一份套餐补补养的 我们趁开心就吃光了 下次有机会再说吧 愿意带绑 type 车子 嗯 这次要定小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了 其实挺开心的 和他在一起玩 小池果 是吗 好久不见 他还好吗 游泳吗 没有啊 怎么会忘的 只是 你 你那什么眼神啊 我真没忘记了 我们 不 不是 你是说 我们两个一起 就 就我们两个 加上池果 不 果然还是不行 我的意思是 我 我也不太懂学院泳装这样 所以 你还是找莫小菊和他一起吧 我也是怕给吃果帮倒忙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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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是的 我 我也 就成了 就成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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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 莫生 呵呵 秋成 呀吼 两位下午好呀 你捂着嘴巴干嘛 胡腾到想吐嘛 要不要回家休息一下 我 我想 他可能是把舌头咬到了 是这样吗 糟了糟了 快张开嘴 让我看看 洛言刚刚和我说了 池果妹妹来过了吧 哈哈 我想到个地方可以去逛 我们一起去给他选泳衣吧 有什么关系嘛 我刚看到你们老是往厕所去了 所以才赶进来的 那到时候再说嘛 我们约好的时间是周六吧 那就明天放学以后 一起去买了 诶 文哲 你怎么了 你脸色怎么这么紧张啊 疼疼疼 别拽我 喂 求成了 为什么 我连自己 都快说服不了了呢 小三 真的 刚那个闯进来的是原配 是啊 人家两个原来都七般的 现在他非要插一脚 臭人多做怪 噢 恶心 就是 家里有钱怎么了 自己是个什么 还要命拍的吗 难怪有人搞的事 别说啦 我好看过来啦 快走快走 怕啥 我 不是 我 我不是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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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哲 你怎么在这儿啊 让我好找 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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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 比起这个我们回搬上去吧 走吧走吧 不走不行 不走不行 文芝 跟上来啊 文芝 我们是朋友吧 最好的真心的一辈子的那种对吧 是 是 虽然一开始见面的时候 总是觉得被你压了一通 到现在为止 我也没觉得自己能比过你多少 而且 就算真要吵架我都吵不过你 这点也真是挺欺人的 不 那是我 但是 我还是相当相当的喜欢和你做朋友 无论 无论 之前的我 对你有多么不满也好 无论之前的我 让你有多难过也好 只有这一点 我绝不后悔 所以 刚才我一个人的时候 也觉得 是不是 不该问你那种问题才好 是不是 是 不该那样提起他才好 是不是 不该把话题 转到他身上才好 就成吗 嗯 因为 就算没有他 就算不谈起他 我也想和你继续做朋友 所以 不好意思 就再原谅我这一次好吗 不 我不是因为那个才 那 那作为赔罪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保证让你开心起来好不好 陪罪 我 我不是 我 我 感觉像某个家伙报了一件之仇 我不是给你们道了歉了吗 再说 他不也很开心吗 最后 哇 番茄鸡蛋汤 没有没有 你今天都这么乐喝 想必是因为蚊子也相当开心吧 别不承认啦 他开心你就开心 他难过你就憋屈 这两天不都这样吗 而且 菜都会变得更好吃 你看 所有证据都指向这个推论 已经可以成为定理了 嗯 对了 今天小吃果来了 你们聊聊些啥 啊 什么都没聊 因为想到好玩的事情了呀 我和你说 小张今天又 哦 哦 好吧 那 再换个话题好了 你们班主任今天说了吗 高考好像又要改什么范围了 其中考试之后的范围又要重化了呢 哎 因为今天我也很开心嘛 对了对了 我和你说说今天蚊子跳那个起子的时候 呃 叫叫叫什么来着 以前经常看到动画里的 啊 Bed Fry 更好的油炸 嗯 干嘛凶我啊 我 我那又不是故意的 哦 冷静 说不到了 根本 根本冷静不下来啊 一旦冷静下来 不就会想到他 那个时候的表情了吗 不就会什么都吃不下 什么都不想干了吗 所以 让我忘掉之前的事情吧 就陪我说说话 好不好 别问了好不好 下次我会补给你的啦 去我吧 偷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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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